加入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支持良心傳媒觀看獨家視頻 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就可以享有有線觀看精彩的視頻 總編輯時間親切回應 VIP 互動機會 快點加入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星島中文電台台興與盛大活動 時事觀察集結號特別版 全球直播約定你 只限 STV YouTube 會員免費參加 歡迎現場提問 與美國已至全球聽友互動 主港嘉賓 三藩市市參試 陳詩敏 麥伊伯雷史議員 馮家輝 香港作家 余飛 主持人升到日報美西版社長總編輯 梁建峰 由美國華人生活到美中關係 談天說當下 暢所欲言 日期美西4月29日時間早上8點半 即香港4月29日晚上11點半 時事焦點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你好 我是梁煙成 和大家說世界大事 最近美國不斷地說想和中國高層會面 首先說拜登和習近平 之後說布林肯會訪華 到現在最近 由耶倫 這個財政部長都說要來和中國談 中國的回應好像是非常消極 所以中國沒有安排他們來 為何中國這麼消極呢 中國駐美的大使 之前的大使崔天凱 在一個會議期間接受訪問 這個就是在4月21日 在上海 叫做中國式現代化與世界 這個會議那裡 80個國家的政要 以前的領袖 工商的代表 知名的專家 去討論 中國的發展 那個模式 那個特質 這個叫做中國式的現代化 那他的內容 稍後再跟大家討論 這些思想 崔天凱是前駐美大使 他接受觀察者網的採訪 提到如何可以落實 中美高層的對話 之前王毅也說過 如果你要對話 就要提出誠意 當中我講的誠意 不是說你很善私 很真心想跟你談 那個意思 誠意就是說 你要做一些事情 是真的 是對大家有利的 這樣才表示你有誠意 因為你不斷去打壓人 傷害人 侮辱人 去壓制人 那你做這麼多事情之後 你說我很真心想跟你談 就是說 原本我想打你十項 不過現在打了三項 打完三項之後 那就跟你談一下 我很真心 你侮辱完人之後 那人家怎麼會再跟你談 人有尊嚴 所以崔天凱主要說出一件事 兩個基本條件 如果要談 第一要互相尊重 第二就是言而有信 美國就是不斷說 我們從實力和地位 來到和中國打交道 那次和楊潔篪會面 打壓完一輪 一開始說實力和地位 就是我高高在上 我是世界霸主 我霸主跟你聊天 所以楊潔篪說 我們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一早就打回去 當楊潔篪拼完之後 那一晚 連中國的代表 連飯都沒得吃 靠自己的杯麵去吃 就是美國的嘴唸 對華的嘴唸 所以你根本 都不是有誠意來談 如果別人跟你 抗議你的態度 你就擺一個眾惡的態度 但是我想更重要的一件事 就不只是 互相尊重 而言而有信 而言而有信 就是崔天凱指出 美國說了的好像沒有做 例如四不一無二 拜登也說了 但結果陷犯做足 美國在歷史上 這個我想起 就是 面對著原住民的時候 說過很和平的事情 都簽了條約 把某塊土地 給他們做自留區 但是那些土地一旦發現 是有金礦 馬上就施毀條約 大批白人 湧入原住民的居住區 來搶東西 就是搶那裡的黃金 那些人又在衝突 就說原住民的野蠻人 於是就去屠殺他們 當時黑山事件就是這樣 其中讓我最憤怒的 就是當時林肯總統 看到兩個原住民很強項的族裔 叫做西安族 兩個油長 那兩個油長是願意和平談判的 一個叫做瘦的紅人 另外一個叫做黑虎 叫做黑虎 當時邀請他們去華盛頓 當然對於原住民的油長 到華盛頓都很驚訝 華盛頓那種威勢 那些總統府白宮等等 但是他們很有尊嚴 一點都沒有表達到 被美國的這些偉大建築物所震懾 林肯總統去見他們 他們用很平等的態度和林肯聊天 林肯就頒了一些和平勳章給他們 而且簽了和平的條約 那兩個油長很高興 即是說總統都見了 什麼都答應了 條約也簽了 那就一於和平 不要再鬥爭了 誰知道他們回去 不夠兩年 即是十五個月之後 一年多之後 他們就被屠殺了 當時最主要的年份 是1863年 建立林肯總統 到1864年 他們就被屠殺了 那就是當時 一個將軍 叫做李文頓 John Trwinton 那就是七百騎兵 決定去掠奪 這個薩恩族的土地 而且要將他們 是隔殺物論 就是下了一條命令 七百騎兵 去到Saint Creek 就是沙溪 當時兩個和平的油長 只是那裡 是打獵野牛的 剛剛白宮才 見完總統 他們很相信和平是好的 是對的 所以當見到美國騎兵 一直迫近的時候 他相信林肯總統說的話 所以那個叫Lin Bear的油長 騎馬 想和美軍聊天 自己戴上了 總統給他的和平勳章 和拿著簽了和平條約 去騎馬去美軍的時候 預備談 誰知道還沒走到 那些美軍已經向他開槍 打了他下馬 接著 美軍騎兵就衝上去 把他打 亂槍打死 然後就衝去營地 營地 當時還有那個油長 Black Kettle 馬上 原住民也有槍 拿槍預備打 但是Black Kettle 不想打的時候就和他們談判 說不要殺一大量 因為我們都是說和平的 不如現在各自退走 於是終於要各自退走 但是誰知道 沒多久之後 這個李文頓將軍 又再令騎兵去襲擊 Black Kettle在沙溪的營地 當時 他已經計證 就是他們那些男人的戰士 就出去了打野牛 所以只剩下婦孺 所以帶隊騎兵 過去被屠殺 他們就營地的婦孺 這個Black Kettle 叫做美軍黎 他就拿著一支美國旗 因為他是美國公民 南韓中 你們都是美國公民 人人平等 這個美國旗 還有一支白旗 白旗就是表示港王 我承認美國的主權 騎馬進去 走去美軍 又被美軍開槍打他 他一跌落馬 他就知道 又來屠殺 馬上走回去 美軍騎兵衝進營地 去屠殺婦孺 這個Black Kettle 就帶著他的太太走 而結果他太太也中了幾槍 有成九槍那麼多 手傷 還沒死 就走掉了 根據當時目擊者的一個報道 就是當時原住民 婦孺逃亡的時候 有一個嬰兒 三歲的嬰兒 剛認識的嬰兒 沒多久 那些大人走 沒辦法帶他走 他在後面 沒有穿衣服 一邊走一邊哭 追著大人 就落後一邊 那些美軍騎馬到附近 比賽就說 看看誰先打死他 當他跌跌跌跌走的時候 三個美軍輪流開槍 終於第三個 就將他打死了 大家就歡呼 你看見這裡 你是不是 所以我看到 真的很生氣 看到這些歷史 過去 我們很崇敬美國的時候 沒有看到這些歷史 而當時 殺了一百六十幾個婦孺 那麼 Black Kettle 他走掉了 他很痛心 以為我還可以和白人保持友誼 想不到他們來 是要殺盡我們 將我們的馬匹搶走 將我們的婦孺 殺鹿 燒我們的屋 其實我無法再相信他們 結果 終於 另一個殘暴將軍 叫做 Custer 帶兵去追殺 Black Kettle 終於全體被屠殺 還將他們的馬 他們養了很多馬 當我讀到這段歷史 我真的很震驚 但這只是無數歷史 其中一個人 隨便舉個例子 還有好幾個著名的油長 是座牛牛長 Sitting Bear 神星的Morning Star 油長 這個 是反抗 是贏了Custer將軍 之後一個油長 就贏了 包圍 殘暴將軍 把他打死 但其實最後這些油長 都是全體被殺 所以這些歷史 你看回頭 當時的美軍和美國政府 是多麼言而無信 而這次 崔天凱 他想表達這個意思 中國為什麼不肯見美國 因為之前 拜登在2022年11月 是見過習近平說 四不一無二 是不尋求新冷戰 但實際 他說完之後 他做的是什麼 他拉著澳洲、日本、韓國 一大堆 是印度 來包圍中國 現在又拉菲律賓 在菲律賓建造四個基地 來對正台灣和南海 預備擺出一種軍事的威懾力 另外 又拉著南韓 而南韓的韻石穴 還開口說 台灣是國際問題 不是中國問題 他們完全忘記了 他簽過的條約 他承認中國 跟中國建家的時候 是要承認一個中國 和台灣的中國領域 他都簽了 台灣是中國領土 你簽了約 你現在說 他國際事件 是台灣是一個獨立國 這些做法就是言而無信 另外還有 不尋求新冷戰 你制裁六百多個中國企業 是作不公平的競爭 第二 他提到 不尋求改變中國的體制 實際上 他拉著全球 很多親利的國家 開了民主峰會 不斷說 中國是威權國家 美國是民主 國家他們要有民主的價值 其實 將別人隨便作定義 說別人是威權的 表示你根本無料度 你都不認識別人的文化 歷史和體制的特質 隨口亂說 這樣叫做民主 民主有一個很基本的 就是尊重人 是民主的精神 民主自由人權 我們很敬重這個價值 因為他是尊重他人 而不是借民主自由人權 來侵略他人 去打擊他人 所以拜登說完 做的相反 第三 他說不尋求強化同盟關係 反對中國 說這樣說 實際是拉著北約 還有G7 還有歐盟 等等 不斷去指責中國 那樣 你還說不尋求同盟 那再由北約之外 再整個亞洲北約出來 美國和英國和澳洲和印度 這些結合來 拉著日本 這些等等的做法 是不是很噁心 你剛才說完 不尋求加強同盟關係 反對之後 你做的就是對相反 第四 你說不支持台獨 他任由美國政客 Nancy Pelosi 這些來到台灣 其實台灣給你們很多錢 過來說說話 剛才蓬佩奧也過來 那些議員也過來 個個當然來 有空當然來 台灣是有好處給你們的 說完話之後 他又可以宣傳自己去台灣 其實用撤香腸式來搞起對台獨的支持 其實之前中國 是跟美國 因為我默契 是不會在台灣問題搞出什麼衝突 但是美國突然改變了一個原本的做法 為什麼呢 就是想威嚇中國 用我捏著台灣 看看你怎樣 因為我要你就範他 你聽我說 你自己說不支持台獨 你做的是對相反 另外他說是無意 無意跟中國發生衝突對抗 但是經常把那些艦隊洗到南海 在中國附近 又在台海 又在周圍一帶時常演習 調兵遣將姚武揚威 台灣海峽 南海來美國 萬多里元 這是你的安全問題 你到別人的國家旁邊 來到姚武揚威 你說是為了你的安全 這些等等 就是你有一點理性 有一點歷史文化常識 有一點國際化的知識 我們都知道 美國其實說盡了謊 你一個 你是領頭的國家 但是你有個王者風範才行 你不是做個霸主 是專頑無盜的 你需要有個道 中央人有一個道德 有一個人性的價值 是有一種讓人真是尊重的表現 你自己都不尊重人 令到人都無法再尊重你 所以中國說對不起 不得閒 你多惡多厲害 我都不得閒見你